新冠患者康復後 最重要是增強身體的免疫力 有不同的營養素 都可以增強身體的免疫力 首先就是維他命C 維他命C有抗氧肺功效 可以有助抵抗自由基對身體的傷害 增強身體的免疫力 所以大家可以吃燈籠椒、西蘭花、橙 奇異果、士多啤梨這些 含有豐富維他命C的食物 除了維他命C 胡諾白素也是其中一種 有助增強身體的營養素 胡諾白素經過人體吸收後 會轉化成維他命A 維持眼睛、口腔、呼吸道和腸 等等這些膜組織的健康 這則是鞏固免疫系統的第一道防線 可以減少細菌和病毒 入侵我們身體的機會 所以大家可以適量進食 含有豐富維他命A的食物 例如紅蘿蔔、黃椒、木瓜、番薯、冷瓜等 另外新質也可以活發白血球 來抵抗病菌 有助維持面系統的健康 而新質的食物來源 主要是來自高蛋白質的食物 例如肉類、豆類、海鮮、奶類 和五谷類的食物 例如原片的飲物片 例如草米和全麵包等等 建議新冠環者康復後 最好避免吃酸辣和油膩的食物 因為這些食物對皮胃不好 當皮胃不好的時候 身體的免疫力又會降低 建議大家可以曬太陽 因為曬太陽可以令身體吸收維他命D 維他命D可以增強身體的免疫力 再加上太陽的UV可以殺死病菌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曬太陽 建議大家最好避免吃酸辣 因為最好在圓形食物裡 攝取豐富的維他命 所以最好曬太陽 以及吃豐富的食物